上期说到众人出动计划起 荣威天降二老智 修托无畏学低子 以王竟有人幸在 大家好我是全书 当小杰和奇亚走进房间时 里面有玩具修理者 彼多和躺在地上的小麦 小杰一见到彼多就怒了 他身上开始夹杂着黑色的气 而彼多此时没有听到小杰讲什么 他脑中唯一的想法就是保护小麦 现场只有奇亚比较冷静 曾经小杰对奇亚说过 我越是乱来你越是要冷静地阻止我 在奇亚看来彼多的行为不可思议 彼多没有进入战备状态 甚至连一点杀气都没有 他看起来就好像母亲在保护自己的孩子 奇亚不敢相信眼前的情况 随后小杰看到小麦并联想到凯特 他以为彼多正在加害小麦 因此小杰让彼多赶紧离开 然后再跟自己决斗 谁知彼多这时摊开了双手 他正在几地表明自己没有恶意 彼多希望小杰再给他一些时间 听到这里小杰更生气了 他不懂到底还在等什么 只是彼多意外的顺从 让小杰心中的怒火无从发泄 而奇亚此时已经大概了解了情况 从杰诺之前说的话来看 应该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 讨伐队没有人知道小麦的存在 杰诺的龙星群意外击中了小麦 奇亚推测小麦是当初蚁王自残的原因 这就代表小麦对蚁王十分重要 所以彼多应该是奉蚁王之命治疗小麦 难得奇亚不懂这些要如何告诉小杰 彼多这时抢先说出 他可以完全按照小杰的意思来做 只要给他一些时间救活小麦就行 原本这是奇亚解释的一个契机 但小杰却让他不要擦嘴 对小杰而言救活这个字眼非常刺耳 随后彼多如实相告 小麦对王来说非常重要 没有小麦王将不再是王 他请求小杰给他时间治疗小麦 治疗完之后他一定按照小杰的意思去做 然而这些话再次刺痛小杰 他不相信彼多会救活一个人 眼看小杰快要失控 奇亚将自己的分析讲了出来 但小杰表示这些只是你的推测 他质问奇亚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彼多说的话怎么可以相信 就在此刻彼多把自己的手折断 他还说如果有需要折断双脚也可以 只要不影响治疗小麦就行 他甚至可以让小杰攻击自己 在看到彼多吉利的维护小麦之后 小杰非常的挣扎与纠结 为什么彼多可以对小麦这么好 然而却对凯特那么残忍 小杰此刻正在吉利对抗那个 找不到战斗理由的自己 接着就在他真的打算干掉彼多的时候 奇亚说那样的话你就救不了凯特了 听到这里小杰对奇亚说 真羡慕你可以那么冷静 因为这根本不管你的事 这句话让奇亚非常非常伤心 可是他还是控制住情绪劝小杰 随后小杰说自己已经没事 但奇亚却被那句话伤到了 冷静下来之后小杰问彼多还要多久 当彼多说需要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小杰说不行不能等那么久 彼多则说那至少也要一个小时 小杰同意之后就坐下来等 而他的身后奇亚早已不见 这里我想说一下 小杰对奇亚说的那句不关你的事 除了不想让奇亚管这件事情之外 应该有想要自己承担所有责任的意思 毕竟当初和凯特一起进来的是他们两个 奇亚当时对自己的离开也很自责 只是对奇亚来说 这句话的杀伤力很大 之后因为小杰的怒吼声 梅雷翁终于找到了奇亚 应该说他是看着奇亚离开房间的 接着我们讲下外面的情况 杰诺在离开的时候被基督缠上 基督因为进不去莫拉奥的屏障 所以就想找杰诺来释守自己的新能力 很明显杰诺并不想打 今天是他继承家业以来 第一次干掉和任务无关的人 他这时还不知道彼多可以救活小麦 但基督不想听这些 他还是想和杰诺一较高下 然后基督就被从天而降的喜巴干掉了 喜巴是还接杰诺回去的 路上杰诺有说奇亚把恋真拿掉了 原来他和奇亚都知道一二迷的恋真 另一边梅雷翁刚把奇亚带出来 他将情况跟奇亚讲了一下 并希望奇亚可以去帮一下拿库路 梅雷翁说自己一开始比较紧张 所以憋气只能憋十秒 但现在的话应该可以撑一分钟 而在这段对话的三分钟前 拿库路正在躲避油皮的攻击 其实拿库路最拿手的是逃跑 在他小学毕业的那天 他为了同伴脱身 自己一个人跟一群警察跑了一天一夜 他现在的计划是让油皮追自己拖时间 但是他忽略了油皮的目的 作为护卫队只要保护蚁王就可以了 油皮根本不需要追出去 他到现在都认为 普夫和比多在保护着蚁王 安全起见油皮有上去看了一下 而拿库路也重新跑回楼梯旁边 这一段他而秀托的想法比较曲折 首先油皮经过这里时无适合秀托 这对拼死战斗的秀托和拿库路来说 无疑是一种屈辱 拿库路在生气完之后 就扶起秀托准备走 因为只要等一段时间油皮就会破产 结果秀托这时说了一句那个畜生 因为这句话拿库路觉得 他们不能就这样离开 这样离开的话秀托只会活在屈辱之中 因此他改变计划想要去做油皮 这时虽然秀托心里想的是 要阻止拿库路的这个行为 难得他脱口而出的却是帮我报仇 那个畜生把我当垃圾一样看待 就这样拿库路又去找油皮 而油皮这时在三楼找不到其他人 他也无法突破莫拉奥布下的烟雾 但是他在外面的叫喊起到一定作用 莫拉奥听到之后就猜测 拿库路他们是不是被干掉了 至于普夫则没有回应 这个没有回应让莫拉奥心生猜疑 这份猜疑的情绪也被普夫看在眼里 接着完全搞不清楚的油皮开始焦躁 当他再次看到拿库路过来挑战时 油皮彻底爆发了 这个爆发让他改变了形态 这形态让拿库路瞬间拔腿就跑 因为那个形态太危险了 拿库路只能带上袖托赶紧跑 随后油皮气炸了 就是他的气爆炸了 这是他第一次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 但通过这一次油皮也感受到自己的实力 而拿库路在看到之后也有了一个想法 他想通过能路油皮让其爆发变形 并在期间进攻油皮然后赶紧跑 让油皮提早破产 这里要说明一下 破产的条件是体内所生下的气 不足以偿还波特克林所计算的本息 所以拿库路才会想要油皮赶紧把气打完 这个计划确实不错 但油皮这时竟然开始反思 他的这份力量对保护蚁王有什么帮助 此时欠合意的本能抑制了魔兽的性情 油皮抛开了发掘力量后的兴奋 对他来说干掉对手才能帮助蚁王 随后油皮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想要假装生气引对手出来 然后再给他致命一击 这个期间我们来看一下伊加路哥 根据马可士的情报 他来到毕泽夫的秘密花园 同时他用卫星蜻蜓发现了 布罗布塔也来到地下机库 伊加路哥首先在花园里找旁木的下落 他假装自己是毕泽夫的使者 然而剩下的四个女生并没有回应他 女生们以为这是毕泽夫的考验 故意来试探他们会不会跟这个人走 但其实女生们在这里也比较安全 接着伊加路哥在旁木的房间 看到用念留下的文字 这需要用宁才能看到 旁木说自己去尔宫殿 如果计划开始他还没有消息 那就当他已经挂了 看到这里伊加路哥很伤心 按照原定计划 他现在要赶紧把消息传出去 只不过布罗布塔早已等在路上 他问伊加路哥 哈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 当伊加路哥回答完成时 布罗布塔就直接开枪攻击 很明显这个弗拉塔是假的 因为哈加早就改名哪游路了 解决完对手之后 布罗布塔就准备上去 而伊加路哥则是早就躲进了车底 但是这个电梯有个问题 它里面不只有监视器还有机重器 下来的时候可以自由使用 但上去只能一个人且需要密码 每个人的密码不一样 对应每个人的体重 输错密码或者密码不对都会被关 里面还会释放催眠瓦斯 其中毕泽夫和马可氏的密码不受约束 这是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出路这里搬东西 其实地下机库还有一个车辆路口 但那边走起来不方便 另外布罗布塔完全不知道密码 他在输错了一次之后就被关了 如果再输错催眠瓦斯就会启动 伊加路哥这时脑中有三个想法 一个是不管对手自己从车辆路口走 另一个是把睡着的对手运到仓库关起来 第三个就是把对手干掉 其实伊加路哥之所以想那么多 除了善良之外他完全没有干掉过对手 伊加路哥准备进去监控室的时候 布罗布塔直接打破电梯门出来 在经过一番纠结之后 伊加路哥准备把对手关在这里 于是他操作机关关掉闸门 并同时释放了电梯的催眠瓦斯 目的是为了引对手走另一条路 然而因为过于刻意所以布罗布塔没有上当 他也因此觉察到监控室肯定还要人 但即使如此布罗布塔还是被关着 而此时伊加路哥突然发现还有一条路 为了将对手困在这里伊加路哥冒险出击 他先开了一辆装甲车进来 然后直接堵住了电梯口 接着伊加路哥点燃装甲车内部 然后再通过缝隙躲进电梯里 并用早就准备好的水管呼吸 这样的话对手就无法打破电梯上去 没多久布罗布塔就睡着了 但是伊加路哥并没有干掉他 或者应该说他无法动手 随后伊加路哥跑回了监控室 虽然他为自己的软弱而哭泣 但我们都清楚这是他的善良 回到拿窟路这边实际已经成熟了 他主动出现挑衅尤皮 尤皮也开始即兴表演 递进的情绪没有省略 让对手感知自己被冒犯的底线 再配合一些变身的细节 拿窟路果然冲了过去 然而就在拿窟路跳起来的时候 他一瞬间想了非常多的事情 就像临死前的跑马灯一样 拿窟路这时清楚地看到尤皮又变得回去 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脑中也开始浮现各种画面 好在关键时刻天降洛雷击中尤皮 拿窟路抓住这个时机 他一共揍了对手八拳 揍完之后他就开心地跑了 他准备心带袖托去医院 其实刚才的洛雷是奇亚放的 尤皮没有察觉是因为用了神的共犯 奇亚随后想拿尤皮出气 只见他亮出了自己的新绝招神速 奇亚以非常快的速度攻击尤皮 尤皮这边连变身的机会都没有 奇亚的神速是让身体带电 然后强制发挥身体潜能极限的一种技能 根据性质 奇亚把它分为两招 一招是以自我意志控制的电光石火 另一招是感测对手行动 并让身体自动反应的疾风迅雷 上次抓念鱼就属于疾风迅雷 现在的攻击也是 不过尤皮这时有点乐在其中 奇亚随后因为电用完了所以赶紧走人 从奇亚的突然消失尤皮发现 对手里应该有人具有消失的技能 另一边莫拉伍还在和普夫对峙 这又是一场之斗 出题者普夫 打题者莫拉伍 由于普夫做检之后就不讲话 再加上外面的情况一直很吵 因此莫拉伍陷入沉思 对手还在不在检里面 这是不是一个陷阱 他应不应该打破这个检 在莫拉伍纠结的时候外面发生两件事情 一个是拿过路发现修托不见了 另一个是西林带着只多猎逃跑 他们路上遇到了被石头压住的毕泽夫 毕泽夫说他愿意交出国家财报 只求西林可以救他一命 说明下毕泽夫是认为 这个国家遭到了联合阵营的空袭 欠何以可能会被当作生化武器 如果自己被抓到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他现在想的是一定要逃命 再回到莫拉伍这边 他已经打破了那个检 在看到没人之后他解除了监狱封锁 果然有个普夫站在外面 莫拉伍是在攻击瞬间发现 简里没有反应才继续攻击的 这时普夫突然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原本打算悄悄穿过烟雾 然后趁莫拉伍还在犹豫的时候 赶紧去干掉其他对手 普夫是预计莫拉伍会犹豫15分钟 没想到莫拉伍这么快就动手 这反而让普夫十分开心 他可以瞬间分解成超微小粒子 这些东西也可以组成很多个小普夫 莫拉伍在看到之后就吐出紫盐机兵队 但那些小普夫被打中之后 还能瞬间分解再合体 所以一时间莫拉伍没有办法 而就在他要去追小普夫的时候 普夫却从他背后突然出现抢走烟斗 这下莫拉伍只剩没解除的紫盐机兵队了 普夫把莫拉伍的烟斗丢到海里 他随后用能力银之王探查王宫情况 这里要说明一下 银之王是把身体分解成纳米大小 并可以组成各种尺寸分身的一种能力 但是本体至少要维持在蜜蜂的大小 所以普夫认为莫拉伍在打破茧的时候 不应该立马解除封锁 如果他再仔细观察的话 就有可能找出本体并消灭 因为本体是跑不出烟雾的 而且没有本体的分身实力也不强 这么一说难道莫拉伍错了 不是的 虽然莫拉伍确实因疲劳而状态下降 但他当时做的决定并没有错 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丰富经验 普夫走了之后莫拉伍就遇到了油皮 而拿库路这时也来找油皮算账 他是觉得油皮把秀托带走了 那一刻莫拉伍用89个紫烟鸡兵支援 他们都变成拿库路的样子开始攻击 不过油皮这时已经学会思考了 他知道对手就是想打他一拳 因此他故意露出了一个破绽吸引对手 结果对手并没有上当 莫拉伍还说拍死拿库路已经走了 然后就在油皮准备发飙的时候 真的拿库路就过来给了一拳 随后油皮再次气炸 其实莫拉伍以前和拿库路有个约定 当拿库路失去理智的时候 莫拉伍就会派出 脸上有生气表情的烟雾分身 到时拿库路要先混到分身里面 然后思考清楚当下的情况 确实仔细想一想 油皮完全没有必要把秀托带走 实际上秀托已经在接受治疗了 另外奇亚这时正在充电 他让梅雷翁快去帮助别人不要担心自己 小杰的事情他会处理好 虽然梅雷翁当时看到了 奇亚露出非常悲伤的表情 但他还是按照奇亚的意思去做 再回到油皮这边 连续几次气炸让他学会了 要冷静地控制愤怒的情绪 油皮将这些愤怒积攒在身体的某个部位 而他也因此变成了半能马形态 这个形态的油皮更强了 他正一个一个消灭分身 根据波特克林的计算 油皮至少还有三分五十秒才会破产 然而先撑不住的是莫拉伍 毕竟他本来就不在最佳状态 油皮将真身留在最后一个 令人意外的是 油皮竟然对莫拉伍说 你们做得不错 这发自内心的赞赏让莫拉伍觉得 即使被他干掉也可以 而就在油皮动手的时候莫拉伍消失了 梅雷翁这时赶过来救场 不过由于莫拉伍已经被刺中 所以血迹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油皮这时已经冷静推测出 对手当中有可以让别人隐身的能力 他顺着血迹追而过去 关键时刻拿古鲁又现身了 原本应该躲起来的他 无法对自己的师父见死不救 拿古鲁说自己可以和油皮打 他希望油皮放过莫拉伍 但油皮要求拿古鲁解除能力 听到这里 莫拉伍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然后梅雷翁就放开了莫拉伍 这个行为所传递的信息是 不要放弃继续战斗 然而在看到重伤的师父之后 拿古鲁直接解除了能力 而再次令人意外的是 油皮不打了 他要去找蚁王 他还让拿古鲁快带莫拉伍去疗伤 否则这个交换就没有意义了 在学会将愤怒积攒起来之后 冷静的油皮无法再单纯地看待事物 他似乎也变得更有人性了 这是一种逐渐复杂的思绪 至于拿古鲁 他说他再也没有办法 将油皮当作是消灭的目标 因为油皮听进去而自己的要求 他觉得油皮本性应该不坏 其实这也是拿古鲁参加讨伐队的原因 他之前跟小杰他们讲过 他不喜欢那种完全排除异己的做法 因此他想用拳头跟切合以交流一下 奇亚当时心里还吐槽 那时你已经挂了 这个剧情是发生在抢服节的时候 全书到现在才讲 是因为迪姐奇亚比较直观 接着突顶的诺布出现 原来秀托是他就走的 诺布提醒拿古鲁 关键在于蚁王 只要蚁王下令 护卫队就会变成恶魔 诺布还说会长已经成功把蚁王孤立 随后诺布将莫拉奥带走 而拿古鲁他们继续留下的战斗 毕竟护卫队可不止一个 我是全书 下期来看 会长战蚁王 慈悲且疯狂 强者相争必有伤 玫瑰塞中昂 我们下期继续